高雄市永安区传出土鸡会选案,某里长参选人夫妇订购载好的土鸡,涉嫌当会选的礼品,送到有投票资格的李民家。 今天检警传唤这对夫妇及12名选民到案,依违反选罢法罪嫌查办,这对夫妇承认送土鸡会选,或2万元交保,其余选民选民请回桥头地检署接获检举。 指高雄市永安区永安里林姓李长参选人,65岁,与他的马姓妻子,62岁,涉嫌会选。 检方指挥高雄市井岗山分局组成专案小组,深入追查,查处林向鸡饭订购约40只土鸡,要鸡饭宰好后放冷冻库,再由林溪带走土鸡。 于8月底高雄豪宇城灾期间,由林溪将土鸡送给李明。 据检警调查,已载好的土鸡每只市价300元,认为林姓参选人已涉嫌会选,昨天传唤他夫妇和选民到案,其中至少有5名选民说出曾收到林妻送来的土鸡,土鸡也已经吃下肚。 联系参选人夫妇承认送土鸡,获得交保。 桥头地检署查获高雄永安区里长参选人涉嫌已土鸡汇选。 图被桥头地检署。 记者林宝光摄影。 分享。 分享。